另外一個問題 每個醫師都有他的專業 像柯市長 你一直標榜你是醫師 但是你是外科醫師嘛 對不對 所以醫師有內科 有外科 各有各的專攻 但是你最近不斷的 針對疫苗在放話 所以有些疫苗的專家 他們認為柯市長 其實你不懂疫苗 針對這句話 你服氣嗎 我當然不是疫苗的那種 專家啦 但是臨床試驗的一些基本原則 我們還是知道 但是哪一劑哪一劑可以混打 你認為你都 了解得很詳細嗎 不是這個是這樣 做研究要有 研究目的 所以做那個研究的目的 要能夠講得出說 所以還是要交給專家的研判嘛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混打 還是要交給專家的研判啊 對不對 但是你貴黨的 蔡碧瑋 蔡碧瑋主席就不一樣了 他經常在下指導期 來我們看一下圖片 6月18號 要求行政院的官員 一律接種 國產疫苗 7月19日 高端如果通過EUA 要求第二類的官員 第二劑 一律打高端 那麼目前指揮中心 根本沒有開放第二劑 可以混打高端疫苗 那麼要求第二類官員 第二劑一律打高端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 而且是在製造社會的對立 把防疫的工作 當做成政黨奪權的工具 那麼蔡碧瑋委員 她還在6月15號 在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搶先接種了疫苗 然後她就開始針對哪些人 可以接種哪些特定的疫苗 在那裡說三道四 限制東 限制西 哪些 把這個醫療人權 不當做一為事情 請問柯市長 你是民眾黨的主席 柯碧瑋的講話 是代表整個民眾黨的政策嗎 蔡碧瑋是立委 她可以代表她自己 個人的意見發表 所以我們沒有去限制她 你剛剛有說 疫苗可以做各項的研究 你現在編了28億要買疫苗 28億只能買疫苗 只能買一種疫苗 那所以你是強迫 所有台北市民 只能打你購買的疫苗 不是嗎 這個到底是要怎麼買 我覺得這還有保留的空間 所以會買還是不會買 不一定會買 不一定會買 這個是這樣的 你不會買 你編了預算 你不會給台北市民真效 沒有這個是一個預備性的預算 這個一開始講 我們本來就設定是第三劑 但是這樣 前兩劑打完 第三劑打不打 如果國家把第三劑當做routine 那我們就不用了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 你買的是 將來要打第三劑的疫苗對不對 對 那你保證現在有的人打 現在在台灣所實施的疫苗政策 每個人要打什麼疫苗 是自由去選擇喔對不對 有的打A2 有的打莫德納 像我打高端 接著有人可能去打BNT 那你買的疫苗保證 可以混打嗎 這個齁 其實混打這個東西是這樣 在未來的時間 慢慢會出現 所以這個啊 我們只是編個預算 預備性預算嘛 到時候要怎麼做 所以你這個是預備性預算 購買疫苗的議題 柯市長 那可以講說你購買的議題 購買疫苗的議題 根本就是一個假議題喔 這是這樣啦齁 如果國家做得好 就不會做問題 今天就是中央政府 疫苗買的亂七八糟 我們才會跑出這個議題來 所以你這個政策 只是要為了修理中央 不是你的疫苗政策嘛對不對 因為你能不能混打 買什麼疫苗你都還不知道喔 一般來講 所以現在防疫的專家在講 其實柯市長你不懂疫苗 我不是那個的專家 這沒有錯啊 但是基本的還是知道 柯市長 這個議題還是要三思啦齁 時間暫停